在开始这期视频之前 先带大家看一下 我拍这期视频到底有多费劲 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衣服 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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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件 衣服 衣服衣服 帽子帽子 帽子帽子衣服 这边 堆满了要试穿的衣服 所以看在这片狼藉的面子上 麻烦不要吝啬你的硬币跟点赞 哎呦 what up 这里是沙拉包 沙拉包 春天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季节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 虽然春天和秋天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对于这两个季节的搭配思路 却有点不一样 秋天每天都在一点点变冷 所以我更喜欢穿很多件衣服 然后搞层搭 但是春天这么舒服的季节 我更喜欢穿的简单简约一点 因为春天的昼夜温差比较大 所以这个季节我常穿的单品 从暖到冷依次是长梯 衬衫 卫衣 以及保款外套 接下来我就用这几类单品 来分享一下我的春装搭配思路 接下来出现的搭配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打OK 不喜欢的话就打KO 首先你需要一件打底T恤 当然如果没有穿打底习惯的朋友 这件衣服可以省略 然后在打底外面套一件长梯 再穿一条长裤 这就是我整个春天最常见的搭配方式了 你只需要几件不同颜色的长梯 以及长裤换着穿 每天就能穿出不一样的花样 非常简单 如果你觉得这么穿太单调 就可以再加一些单品 比如说像帽子 项链 手表 背包 挂饰 等等等等 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在长梯外面套件马甲 马甲可以让整体增加不少层次感 而且能让你这身穿搭看起来 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不是简简单单套件踢就完事了 对于喜欢街头风格的朋友 也可以将内外顺序反一下 将短袖套在长袖外面 但是这么穿的话 建议短袖要选大一到两个马 太小了视觉效果不好 或者你可以将下半身的长裤 换成一条短裤 也非常街头 对于现在中午经常飙到 27、8度甚至30度的暖春来说 上长下短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搭配 除了长梯之外 另一件我春天经常上升的单品 就是衬衫 常见的衬衫款式 无非是素色 格子 以及条纹 但是无论是哪种款式 穿着的方式 无非就是三种 扣子全扣 扣子半扣 以及扣子不扣 在这三种穿着方式下 我一般会利用 不同颜色的打底 来丰富层次 除了最常见的白色打底 各种骚气的颜色 其实都可以安排上 同样你也可以在 衬衫外面套件马甲 来增加层次感 马甲这个单品 之前有不少朋友 都让我专门做一期视频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就在弹幕里面 随便扣点什么吧 无所谓 刚刚介绍的单品 都是适合春天比较暖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 如果有点凉的话 我的选择就非常简单了 卫衣 卫衣 还是卫衣 同样道理 先准备一件打底踢 那么对于卫衣来说 打底踢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毛圈部 直接接触皮肤的话 会有点疙不太舒服 但是卫衣 除了这种普通的圆领打底的话 还可以选择高领 以及中领的打底 相对来说层次会比较丰富 同时在卫衣里面 那搭衬衫的搭配 也是非常常见的 对于衬衫的领子 可以直接把它藏在卫衣里面 也可以把它放在外面 也可以将扣子解开 将领子往外拉一拉 可以营造一种比较慵懒的感觉 除了这种普通的套头卫衣 我觉得联帽卫衣里面 搭衬衫也是可以的 裤子方面的话 卫衣搭配一条休闲裤 就可以营造简约的日系风 但是如果你将裤子换成 cargo pants或者卫裤 就可以营造一种比较街头的感觉 最后在外套上面 相比较秋天 我们更多会选择一些夹棉 或者姚立容的外套 春天我更喜欢一些 单层的比较薄的外套 那么外套的种类就非常多了 像工装外套 运动外套 风衣 开衫 冲锋衣 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只需要将这些外套 套到刚刚说的 长梯 衬衫 卫衣 外面即可 一些简单的色彩搭配 例如深浅搭配 什么蓝绿 白 卡齐 互相搭 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都说过 我不想给大家设一个限制 其实并没有说哪个颜色 就只能搭哪个颜色 还是希望大家将自己衣柜里面的衣服 互相搭一下 多尝试才能搭出属于自己的色彩搭配心得 否则照搬别人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永远只能活在别人的阴影下面 如果实在对自己没把握的话 尽量减少身上的颜色 然后更多选择一些黑白灰这样的中性色 总是不会错的 OK 那么今天这期关于春装搭配思路的视频 差不多就这边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但是 穿衣搭配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 对于春天最重要的还是要享受 稍纵即逝的阳光 剩余电量百分之百 明天会不会给你 这一天 一天 两天 二天 什么呀 一天